Selan 你好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拍摄影片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除了忙于工作之外 还是工作 几乎都疲惫不亢 现在的你不论是处于哪个区域 都希望你处于无病无灾的状况 最近每个人的口头餐见到面来 都不是说问你好吗 还是说你吃饱了没 有没有钱用啊 而是问你打了疫苗了没 身体健全的你 所以赶紧要为社会做一些小贡献 就是赶快去报名的四代疫苗吧 那么这枚 这枚是我在7月15号2021年 所施打的第二剂疫苗的徽章 我们趁现在来做个纪念 来记载这20世纪 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历史性抗争 无边际的战争 无人能小 何时才能够归马放牛 大家只能够继续加油吧 曾经何时呢 一有朋友问我呢 就是说 为什麽取名为 写议制作 或者是说 有什麽东西来激发我开始这个平台 那么想听故事的您呢 就要留守到最后啦 最后还有小惊喜给大家 那么在N年前呢 我是在四俩曼转校来古今 所以在某间小学就读联系啊 那么也算是插班生 当然主任会要求自我介绍啊 当我一开口的时候说出我名字的时候呢 可见呢 有些同学呢 就突然 捧腹大笑 顿时都觉得 莫名其妙 干嘛笑得那麽开怀 原来后知后觉呢 我才发觉到 他们以为我的名字是命名为 黄咸鱼 那么这些臭屁孩呢 就一直把我当成笑话 或者把我当成小丑来看待了 其实这个字读为炫 炫耀的炫 但是那麽一字 因为读错发音的原因呢 所以 嫌疑制作 的名称或者称号就 在那个时候给诞生了 这里呢 其实也要感谢到我 主任 黄老师主任的 名字纠正 其实是读炫 其实外号嫌疑也没有什麽不好啦 因为 嫌疑 也终究会有翻身的一天啦 那么带大家来看看我 我个人的小小的居住的空间 这就是我 在这里上上网 思考人生的小地方 那么基本上呢 我的桌上 只有些店啊 或者是简单的摆设 那么我习惯了 城市分明 整齐画意的习惯 那简单来说呢 对我而言 简单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艺术啊 生活也够 浮躁 所以凌乱的桌子啦 空间啦 其实不是我的style 论在繁杂的生活呢 有多精彩 到最后呢 我相信我们都会以最 简洁的方式给学习 然后 嫌疑制作这个平台呢 我个人纯粹就是来 记载我人生的点点滴滴啦 对一些 课题的想法的看法 或者是提升我对 电脑软件的一些技巧 就我行我输的态度啊 就是我想干嘛就是干嘛 灵感来了就 痴言不悔 那么这频道呢 当然是没有一些什么 专题的标题啦 或者是有什么 好的器材来拍摄啦 就纯粹用 我一个小小的iPhone来拍摄 那么它不一定要搞笑 当然这对有些人而言 就是说 这个频道可能是万分 枯燥无味的 但是 这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 嫌疑制作的初衷 那么人生短短呢 我就 不想让别人来帮你贴标签来过生活 是的现在呢 就和大家玩个 嗯 动动脑筋 呃 就是变个小魔术之类的 所以大家看来 这枚硬币吧 这个应该是50线 嗯 满 硬满厚的 要如何把它给 消失不见呢 就试看 看看你们能够看到我的破绽之类的嘛 所以 呃 硬币要如何穿透这个桌子 或者是把它给消失不见 我就来试试看吧 如果这样盖着它 大家应该是看到 硬币还有没有在 觉得还有没有在呢 一 二 三 哎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硬币 应该是还有在的 所以如果要如何把它给 也变不见 多一次啦 别看左眼咯 把它给盖着了之后 可能是刚才我按的不够 不够下吧 所以这个一二三 这个变不见了 叹啦 猜到如何变呢 叹啦